原标题 在这两位皇帝时代的交替过程当中,更是上演了轰轰烈烈的争斗戏码,一大批战错队的政客,纷纷身手易处。 可是作为武则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,宰相李乔,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,同样是战错了队,却是全身而退,得以终老。 我们看这个人的一生,也的确是大起大落,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。 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政客,同时他还是一位大文学家。 全唐诗里收录了他的诗作有二百多首,世人熟知的那首《解乐三秋夜》,《能开二月花》,《过江千尺浪》,《入竹曼干霞》,就是出自他之首。 这首小诗道更像是一个谜语,对于风的描写诗书经。 李乔在文学上的成就,使得他在当时语速未到并称苏理,明造一诗。 只是,复为武则天时代与唐明皇时代交替过程中,各方势力都依附了墙头草,李乔在史上名声有些不佳。 李乔此人也算是年少成名了,二十岁就考中了晋士,比起史上很多四十好几才中晋士的大文豪,他是很幸运的。 在武则天时代,李乔有一件很聪明的事情,颇能看出,这人可能原本是个很有正直之心的人,并不是畏惧权贵、贪图利益之人。 公元692年,也就是武则天称帝的第三年,朝中几个大臣被诬陷毛返,这里面就有鼎鼎大名的敌人杰大人。 而诬陷他们的人,自然也是来头不小,就是武则天称帝中的酷吏来俊臣。 这个人想必大家都相当熟悉了,活生生一个活颜王,叫人文之色变。 这样的一个人,还是皇帝的宠臣,一般人哪里敢去招惹他? 可这里乔就偏偏去招惹他,他在武则天称帝位无限的几位大臣名冤。 这还俩得,武则天当时就怒了,一声令响,李乔就被贬去了润州。 展开权文还好只是贬斥,到底小命是保住了。 到了公元698年,李乔成了武朝宰相,当然,这里边也是有张一支张宗昌兄弟的功劳。 从这个时候起,李乔大概也就明白了,要想在官场立足,光靠赤胆忠心是不成的,还得懂得军心,八面玲珑。 李乔认宰相期间,有件事还是很有趣的,那就是公元700年,张锡被任命为宰相了,这人是李乔的舅舅。 古人是横讲刚常的,万尚与舅舅同级,别扭,于是,李乔就从宰相位上退下来了。 到了公元705年,唐忠宗上位了,他一上位就诛杀了张一支,张宗昌兄弟,一父二人的李乔,也受到了千年被贬。 公元706年,李乔再次出任宰相,此时李乔应待任尚于立志尚不立,自己尚书请皇帝中宗责罚。 而这种立志的混乱,正是因为李乔大量增加,边外官员拉拢人心所致,可见其人至此,为官一一为私之余。 等到中宗病史,太平公主,为皇后,与李隆基的夺权斗争就开始了。 在这场斗争之中,李乔站在了为皇后和太平公主这一派,如果说,站队失误,此时身为朝臣的他,完全不得已之举,而他私下里的一个行为,就几乎可以为他找来杀身之祸。 他显然看到了李隆基这个人的危险,于是,密奏为皇后,要他千万不要把这个人留在军中。 而这这封密奏,在李隆基夺权登位之后被搜了出来。 这真是太险了,假设当时李乔奏请的不是调离李隆基,而是诛杀他,恐怕他的老命也就休矣了。 在中书令章说的劝说之下,唐明皇终究还是放了政敌一派的李乔一命。 最后李乔活到了七十岁,这个历任武朝,三度违向的政客,是在官场上走完了他复杂的一生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